专门代理兵力、麦拉伦等超跑的张信董作 今天惊爆非法雇佣外籍移工争议 家中一次非法雇佣劳工长达5年 周二遭移民署北市专情对埋伏查起 带回两名女性菲律宾籍的失联移工 并送到宜兰收容 全案将在通知张信董作到案说明 专门代理兵力、麦拉伦等超跑的国内某企业 张信董事长夫妇家中一次聘雇非法移工 20日遭移民署北市专情对前往新生南路住处查起 当场查获两名女性菲律宾籍移工 据了解兼举人提供的情资显示 张信夫妇家中长期雇佣两名外籍移工 一人负责定时清扫豪宅 早晚带着牧羊犬外出散步 另一人则是来兼职打工 本周二专情对人员依照情资前往埋伏守后 果真见到移工外出遛狗 一路尾随直到返回住处上前逮人 根据两名移工说法 张信夫妇每月支付酬劳 因旧是雇主悟悟 因当日张等人不在家 将另外通知到案说明 而两名移工遭送往宜兰收容 他日前返回菲律宾移民书北市专情对 以四英张信雇主身份特殊 暂时不愿对外说明 去年在上海国际车展亮项的兵力车型 新华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